這是棒球交流賽的兩場比賽 今天英語取消 小選手們是乾脆在休息區尬舞對決 拍手扭動身體 原本應該要在棒球場作對廝殺的中日高中生們 卻受限於27號新莊天氣依舊英語綿綿 交流賽只能取消 如果要分高下 那就在休息區改用5技分勝負 想到然後就是超有印象 然後動作都差不多知道 然後就跳那一首 他們也不知道我們在跳什麼 然後想說在第二段的時候 就帶他們進來跳看看這樣 然後後來也有那個一起跳 然後就大家互相這樣 這首我心已打揚古堡球員只練了半小時 由愛秀的江浩瑋方冠傑打頭陣 輔警聯隊夾在台灣球員中間 看起來相當靦腆害羞 這場比賽因為取消 讓古堡加傷少打了一場 俏練跟球員都覺得相當可惜 我是希望說可以對數可以增加 如果這個比賽它是可以持續下去的 其實對台灣的球員 其實是一件好事 交流賽中雖然只有一次對戰 但古堡對於日本細膩 以及跑壘充滿侵略的球風印象深刻 而愛媛明星隊進出球場 都是用衝刺的方式 也讓古堡教練感嘆 未來會要求高中球員拿出更好的拼勁 衝刺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你只要提醒自己 你在球場上的態度 你如果有辦法全力以赴的話 其實這些事情都一定可以做得到 比如他們的拼勁啊 上下場的那種拼勁 我們也要去學習他們這個進出場的動作 雨勢下不停27號上午的比賽 也取消山形線明星隊 與高院工商乾脆玩起雨中跑壘 高院還加碼跳起韓國天團Big Band的舞蹈 得到山勤球員熱烈掌聲 看來交流不只是球賽 場下場外一舉一動 努力吸取對方優點 都讓台日高中棒球交流賽充滿意義 郵電TV謝宇有彰化新北市報導